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猴哥猴哥 这些日潮分享的品牌都好贵啊 荣辱贫屁啊 一般大多数炒狗听到这类问题都会让提问者把目光放到想出傻就能出傻的庞大国潮市场 但是贫苦炒狗的心思我都懂 既买不起动不动要上到四位数的日潮单品 也不想穿抄袭满天飞的国潮商品 这个时候赞不就可以把目光放眼到古卓的vintage市场 其实许多品牌现在推出的单品灵感都源于大牌子的古卓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件猴哥买到的所谓日潮平T的古卓单品 甚至还有可能是原型 猴哥日常买到的最多的古卓款式其实就是阔形十足衬衫单品 松松垮垮的 这样单穿在身上舒舒服服 作为内搭 铁杆在外套里头得得体体 但你说巧不巧 而火到爆炸的城市还是这品牌Beams SIC 还具选出各种风格款式的长修衬衫 投资的这次也毫不定格 帮我喜欢的好几件vintage承载单品 都得给大家展示一下 多数是出自Nautica主线和Cahart主线的衬衫 有这种很适合秋冬季节打底参的法兰隆材质的 也有这种轻薄透气的适合春价来外穿的 这种衬衫在海鲜市场和国内的古卓店的售价 也大概就在200到500块钱左右吧 比Beams SIC的一千大约的代购价还是要便宜不少的 实战感受的话 我个人感觉比较像优衣库里面卖的法兰隆 以及其他类似材质的衬衫单品 但是样式肯定会比优衣库里的基础款要花哨不少 而且这些衬衫上面毕竟还贴了个国际品牌logo 心里还算平衡了一点 合作我这件remake的蓝色格文卡尔特 一直是我粉丝群里的人气单品 但凡我的搭配里有这件单品 问题是这些和购买方式的比比皆是 这件确实帅啊是不是有一点reviewed by needles 平常推出的谷歌拆解重组单品类的味儿 除了Beams SIC的成员以外 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知道这一条 Beams Plus的锥型灯清油收线库 这类裤子其实很多的美食诗员品卖都有出过 只不过Beams Plus这条在早年啊 可能被不少商业明星频频上升吧 所以现在广为人知了 像猴子我虽然会穿这条Polo 拉布老人的Vintage 这里就可以看作这条1000块钱左右的 Beams Plus的频率裤装 Foot的登机能够摸起来就蛮厚实的 实战起来也很显质感 而且这类古着款的Polo 裤裤的裤脚 是使用了传统一点的美国东海岸的版型 和常规的商务缩身款相比呢 也更适合我们这种街头操口来搭配嘛 分享完裤装和比较适合您的衬衫 自来讲几款猴子我平常常穿的Vintage的外套 第一类就是哥伦比亚这些户外老牌的90年来的冲锋衣 这类Vintage冲锋衣外观看起来并不会像大家印象里的现代冲锋衣的科技感那么重 配色也往往会更为多么鲜艳一点 这种哥伦比亚的Vintage冲锋衣 虽然内部的防水层因为年代久远 肯定都透露的差不多了 但由于自身材质的原因 表面这一层的防水性还是在的 在合作颜里 小雨天穿上去还是可以充当一下雨衣的 不过现在这个年代买古着冲锋衣 多半也都不是为了啥防水和通勤功能性为出发点 就是想要走个造型 哪个样 穿起来很有urban all-doll的味道 在现在任务中的搭配性 是完全不输给机能户外风格的日潮大牌的 第二类外套是工刀品牌推出的各式各样的老款夹克 草狗们懂得都懂 像卡拉特这里超老袍的美国工人品牌推出的单品 往往都要与实际穿起来干过时的耐用性为出发点 而且卡拉特主进的单品也都蛮宽松的 喜欢叠中叠的草狗们买回家作为搭配的外套单品也算是直接对口 像猴子我这些视频也都已经修进过的羊羔绒那里的牛仔夹克和落叶迷彩的外套 做工感觉都贼扎实 特别是那件仿羊羔绒那里的牛仔外套 内里贼厚实 我记得去年我零度的天气 内搭毛衣或者威力啥的都能直接外穿出去了 还能扛得住确实厚实 最后咱们以猴子我基本上每天出门必备的vintage帽子作为收尾 猴子我平常其实没有怎么刻意的去购买或者去收集古着的帽子 但可能是因为我的确在搭衣服的时候很喜欢用到各式各样的蜿蜒帽 自己随便整理了一下 发现自己陆陆续续都买了有十多点vintage的蜿蜒帽了 有很多都是类似的款式 我就不一一费数了 挑几个比较独特的不常见的给大家聊一聊 大家印象里卡拉特应该只为出那种单色帆布的随机款蜒帽 那款帽子确实戴起来很好看 有点作品的味道 合作自己也买了很多个不同的配色 但有时候天天带同个款也嫌腻了 便找来了这种和4G联名推出的迷彩类的蜿蜒帽 还找来了这种防水面条的 而且颜色也比较小众的蜿蜒帽 我是特别喜欢和4G联名推出的NFL的蜿蜒帽 帽子证明有一个NFL打染球联盟里的就丁山4C90队的logo 实戴起来比普通的卡拉特老街帽个性很多 我有时候也会买一些Polo大夫老人的小马球logo的四秀款 价格相比之下会比专柜590的实惠许多的 头子别说实话也有去专柜花590买过那种现货的马球标的帽子 但我的脑袋实际戴起来 感觉Polo大夫老人的Vintage帽子在质感和质量方面 和专柜的比起来没有啥差别 所以真的还蛮适合冲不起专柜帽子的炒狗们作为搭配选项的行 好了这期关于Vintage的分享视频也快要接近尾声了 其实猴子我感觉这期视频非常单元的内幕已经蛮多的了 有外套有打底衬衫有裤装有配饰 甭关于你想找浑身让压哪个位置的屏屁和剪头的宝物 也都算是给屏幕前的家人和烟粉们有所交代 家人和烟粉们不要忘记给我们视频多多点赞和评论 对我们视频内容感应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我频道和普思 我是猴子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